欢迎来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灿烂时光 还有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以及公事新闻议题中心PN所联合制播的节目 我们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事新闻议题中心PN的网站来直播 在直播之后呢 也会在公库的网站 灿烂时光的网站上面来做后面的录影的播出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当然是在这个礼拜 是非常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上一段有关独立在线 节目里跟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的 娟儒来谈 他在当天所谓的警方政报 在行政院里面镇压的那个现场 他所观察到所感受到的这一切 那不过我想绝大多数的媒体 恐怕都还是比较放在一个 我们看到的新的通口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媒体 从一开始完全的这个所谓的人没 不报道 但是现在居然有一些新闻台 他都24小时几乎一直在直播 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太阳化运动 或所谓的占领的行动 可是坦白说 我今天早上到加大去演讲 也跟加大同学去聊 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问他说媒体报道这么多 到底我们对福茂了解多少 那福茂有没有更多的问题 是我们更需要去讨论的 结果绝大多数的同学 还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福茂 那福茂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那今天节目当中 就要来跟他邀请到的是林博宜 林博宜是政大社会系的讲师 同时也是长期 关心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工作者 同时也是高教工会的成员 博宜你好 中翔好 今天很开心来跟你来谈谈这个议题 那我想可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告诉我们说 什么叫做福茂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它对台湾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所谓福茂它是ECFA之后的一个进一步的相关的协定 所以除了福茂之外之前已经签订像是所谓的投资保障协议 那服务业贸易自由协议或者是 像是之后的货物运输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 那对台湾的影响的话 这个目前的状况的确是有点众说纷纭的 我们看到政府从ECFA签订以来就宣传说 所谓的这个ECFA或者福茂是帮助台湾走出去 或者帮助台湾振兴经济的一个万灵单 那反对的这个声音可能以这个比较绿音里面的主要的说法是说 这个东西如果签订的话 可能中国的大量的资本或者中国劳工就会进入到台湾来 然后取代掉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或者台湾劳工的机会 那所以它是一个甚至它背后还有国安的问题 所以如果签订的话可能就要往台了 那我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的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福茂协议 第一个单就它的性质内容来看 我的判断在整体而言 当然可能有一些个别的差别 整体层次而言它还是会寻的一个ECFA 然后或者甚至从90年代以来 就是所谓的台湾资本进入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趋向 因为对于中国资本来讲它如果要以获利为逻辑 它有非常多其他投资的地方 例如中国很多二线都市现在都还在发展 我想台湾对它来讲还不是一个高利润 然后有成长方法 没错 对那反而是对于台资而言 中国现在一个现在高度发展的这种像刚才讲二线都市 或者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开始私有化 像医疗啦 像这个或者一些金融业啦 也开始进行国际开放 那对台资而言它是一个很有潜力可以获利的地方 所以中国如果跟台湾签进这个特许的这个服貌的话 其实对于台资继续进入到中国大陆而言 在台湾资本本身也可能是有利的 但是对于台湾的这个受雇阶级而言 从AGFA的经验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一个利润一般而言并不会直接的就回到工人身上 它除非是工人阶级有很强大的阶级斗争力量 逼使国家不论说是课税或者是直接劳工透过团体协商 那要求企业把利润分回给劳工 不然的确所谓的自由贸易可能在目前来看 只是对于资本一方是比较有利 那对于工人一方甚至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劳工而言 或者他们人民而言这未必是有利的 因为很多台资会带过去 例如我们看到像郭台铭带过去这种军事化管理 或者台湾美容美法业其实也曾经带过去一种 这种建教合作的剥削的体制 或者医疗产业带过去的是这种医美的这种广告行销 对啊私有化的医疗 那我想这件事情对中国人民甚至他们工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那波特别跟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交流 其实可能对于所谓的两岸的大企业或资本家 其实是比较有利 可是对两岸的这些劳动阶级 一般的老百姓不见得是有利 待会我们在这部分可以特别再谈 可是我想要知道是说有人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签订ECFA 那他对台湾的本地的产业是有利的 那对台湾的本地产业到底是哪里有利 为什么有利 有利的地方又是在哪里 OK 因为其实 其实就我自己的研究或观察 当然它可能也不代表全部 就是说 ECFA 它跟一般目前的所谓国际上很流行的这个FTA 在它的签订的内容上面 是有它的一些特殊性 那我自己的判断是说 中国大陆政府的确基于某一些的考量或原因 或者它的它还有非常多余裕 所以对于台湾的资本 它还是有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某一种浪力的存在 所以对它来讲 它去在签订这个协议上面 它并没有支出必计要到像一般国与国签订FTA 要经过非常长久的谈判 那反而是说它透过给予台资一个比较特许的空间 或者有点像它在对待港支一样 是STEPA上面也是这样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单纯就服务贸易的协议来看 会使得台湾政府似乎它没有什么拒绝的必要 因为如果它完全是考虑资本的利害关系的话 其实例如说目前为止的确 例如说以ECFA或者说服贸而言 到底开放有没有让利 我们要评估的一件事情是看说 开放的程度跟它在WTO的标准 或者它对其他国家的标准而言 是不是有高于它 如果开放更多对于这个国家的确 它的资本就可以优先进来 会是一个所谓的过去还没有人进来的市场 那就会有优先获利的可能 那的确截至目前为止 中国开放的这个项目 相对于它对于其他WTO的会员国 它是给予台湾或者香港 比较大的空间的 那所以在很多产业里 我会发现日本或者美国 这些跨国的资本 它未必还能进入 但是香港或者台湾的资本 是可以进去的 相对于台湾 台湾实际上长久以来 对于这个跨国资本 它们就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态度 所以我们过去反而是 给予中国的管制是较多的 所以相对来讲福茂或者EGFA 尽管有给中国大陆 台湾也同样有给开放 但是它还是相对于在WTO表情之下 在开放的 所以简单来讲 其实包括台湾的媒体产业 其实我们对外资的限定 在各种跨国资本当中 我们对中国资本的限定 其实特别严格 我们特别还有相关的所谓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相关的法规去规范 他们在广告上面的购买 或者是其他的自入性行销等等的 这些问题 那当然对台湾来讲 他可能就是觉得说 我们就开放了 可是有人会有一种看法是说 你今天开放了 虽然两边都开放了 可是两边是一个不对等的市场 这个不对等的市场 其实应该是这样子谈 一个是说 台湾是一个自由市场 可是中国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所以你到这边进来 然后成立公司 你在这边可以自由的贸易 自由的买卖等等 自由的交易 可是到中国好像 就有很多层层的限制 不管是潜规则 或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种所谓的 他们在法律上面的限制 那这是一种所谓的 公平的自由贸易吗 还是它其实是一种 不对等的贸易呢 我觉得这个要怎么说 其实所有的国家 它基本上进去进行投资 都有相当多的政治关系的考量 我们才有8元 尽管是我们去美国 那我们可能也要有一些 像我们常知道 美国非常多企业 得要做政治游说 尽管它是好像透明的 但是随着政商关系 或者所谓政商勾结 我想相信在绝大多数的这些 尤其资本主义运作逻辑 要越强烈的地方 都是如此 那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我的确台资进入到中国大陆 的确我们过去可能也有 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例如有些争议未必能解决 但总体而言 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被注意 但是台资对于中国大陆人民 造成的伤害却是常常被忽视的 那这导致一个问题是说 好像我们以为台资跟我们台湾人民 或台湾工人阶级是有共同厉害的 然后被中国所谓黑心市场 或者不透明市场给欺负 但我想不是这样 反而是说 假如中国的确它的政治管制 它有的时候严格 有的时候有关系到很放松 然后在不同地方不一样 它造成受害的 不会是外来的资本那么简单 反而比较可能是说 外来资本可以透过这种 一种特殊的环境 它更可能可以 例如取消劳动反应的保障 或者它对于环境的破坏 可以有一些透气摸火的地方 那真正受害的是 当地的人民和当地的公民 好 那当然 昨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包括中国的所谓的国际媒体 就是官方的国际媒体 《环球时报》 或者在《凤凰访》当中 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的学者 也特别提到说 这个福茂 它必须要在六月底之前 要完成签署 那这个不管对于中国来讲 或是对于马政府来讲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治的筹码 或是它被放在一个政治的关系上面 它背后非常多的政治的考量跟算计 但是如果从一个经济的 所谓的发展的关系来讲 我们如果不签订福茂 不可以嘛 就是我们先撇弃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的考虑 我们不签福茂 不可以嘛 或者是说我们不签福茂 我们可不可以加入到其他的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贸易组织 或者是其他跟国家去签订 这种所谓的贸易协定 一定要有福茂这样的一种 这么争议的 或是对很多台湾产业不见的 是一个正面的影响的 这个协定嘛 这个问题我相对可能不是那么专精 但是我们从一些表象可以观察到的事情来看 未必像政府讲的那么绝对 因为的确目前台湾也已经开始签 所谓的双边协议了 像台新还有台牛都已经签了 然后过去像类似的这个逻辑的说法 从EGFA之前就开始讲 所以台湾也签订了EGFA了 所以是不是这么的绝对 更何况说如果说是RCEP的话 中国的影响力绝对会是更强 那TPP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逻辑 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比较是政府的宣传 那比较要紧真正站在功能 要评估的是究竟签了像是TPP 或者说要继续做这种特别是跟一些比较优势国家 霸权国家像美国如果要进行这种双边协议的话 究竟对我们是不是有利的 这可能要一个严谨的评估 因为过去长久以来大家好像就是觉得 这样的国际贸易协议可能千月多对于台湾就是有优势 那一来先是说实际上优势霸权的国家 他们不可能简单的让出他们的利益 他们也是要以他们的资本发展为优先考量 二来是台湾在签订这些协议中 从WTO的经验里面我们就看到台湾政府对于这种相关的配套措施 或者对老公保护的措施是高度的疏忽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继续进入到像TPP 尤其TPP是一个规格更高更强调像是智慧财产权 然后彻底的开放的这种贸易协议 我想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台湾冒然的加入恐怕不是好事 但是也不是靠台湾就拒绝加入就能解决问题 因为拒绝加入其他国家也有去加入 到时候台湾如果在目前的经贸秩序下可能会被有孤立的问题 所以跟前的问题还是说工人阶级怎么壮大自己的力量 来让这种在接下来资本可以更加自由流动 或者自由贸易协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面 能够夺回我们应该要有的利益 然后获得应该要的保障 特别是你刚刚强调不断的强调所谓的工人阶级 该有什么样的力量 我想我们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必须要花更多时间来讨论这个议题 因为在很多的这种所谓国际之间贸易的协定 特别是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协定 那通常会获利的就是大国 以及两国之间的资本家 但是在于所谓的真正的民众 或是所谓的一般的民众 或是所谓的一般的工人劳工阶级 他们怎么去面对这种状况 那台湾其实是一个很 内需市场很小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内需市场那么小 那势必要跟所谓的国际之间 产生一些所谓的关联 或是产生一些互动 他不可能完全的是自外于世界 可是一旦不能自外于世界 是不是会加入到 所谓的自由经济贸易的逻辑里面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 这样一个逻辑的关系 怎么样去看待在福茂背后 有更重要的一个全球自由经济的 一些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台湾指教博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观众想灿烂时光会客室呢 是由灿烂时光节目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 以及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直播的节目 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PN的网站呢 会有现场的网路直播 在9点半之后呢 我们播出节目完之后呢 也会回到这个网路上面 在空库的网站 在灿烂时光网站 我们一样都可以看得到 当天晚上的这个内容 那当然这个礼拜最夯的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所谓的服帽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媒体焦点 还是放在这个事件冲突的本身 甚至已经慢慢走向花絮化 对于服帽这个议题 这个服帽背后需要去讨论的 有关于自由经济的问题 它其实相对之下是比较少去谈的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跟博弈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我曾经跟我的同学讨论过 跟我们学生讨论过说 今天当然我们看到是一个中国 要跟台湾签订服务貿易 所以我们有很强的这个 因为历史的因素 有很强的这个所谓的恐惧感 因为过去的经验真的是不太好 而且相对之下 这个中国也是一个 比较一个威权极权的国家 对台湾也是虎视眈眈 所以台湾民众会有反弹 会有担心 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 可是如果今天换了理会的角度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韩国 这个韩国是比台湾大非常的大 那如果跟我们签订这种类似服帽的协议 你们会议院一签吗 我就问学生 学生就开始质疑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跨国 一个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那刚刚其实也提到说 常常在这种所谓的跨国国际的 这种所谓贸易当中 会是这个强国占优势 以及两国的资本家占优势 那是不是所有的服务贸易协定 或是是不是所有的这种 所谓的自由经济 都一定是必来是这样的结果 除非对于这个国家 它可能有别的 在经贸意义上的别的考量 例如我们刚才讲说 中国对于台湾而已 它不用优先去取得台湾的市场 所以对它来讲 它现在在发展阶段 它浪力吸引一些台制国际 对它来讲并不是问题 或者在对美国来讲 它可能在冷战布局的时候 可能为了要对抗另外一个阵营 它可能会把一些订单 销到台湾来 让台湾做代工 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协助台湾经济发展 当然它背后是有它的一个政治问题在做考量 但绝大多数秉持无这样的一个考量的话 的确在一般的状况下面 优势的国家 这个优势通常会是说 它在资本主义上面 它发展的比较前面 导致说它在经济上面 它若有一个相当霸权的位置 然后也连带影响到它的政治 在这种多边贸易 双边贸易上面 它通常都会取得优势 所以像美国它在WTO里面 它很容易可以设定哪一些产业 因为它对于美国可能有帮助 那它可以优先要求它要自由化 例如智慧财产权 在过去可能是比较缺乏保障 但是如今美国它可以透过 这个WTO的相关的机制 让智慧财产权能够落实到 各个国家都会有过 那实际上保障的是 美国具有先进技术的这些产业 能够等于是向所有的后进国家进行收租 那这个收租尽管会影响到 后进国家的产业的发展 甚至影响到 像我们谈到艾滋病的医药 可能就因为智慧财产权的管制 导致说它没有办法继续进步来解救 像是非常非洲广大的受艾滋病影响 那这个背后的确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政经秩序 透过所谓的自由贸易机制 再进一步巩固既有不平等威劫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有办法拒绝吗 或者是我们就必然要参加吗 坦白而言 如果在目前的秩序来看 我觉得我们与其只是把希望放在全面拒绝 我们不如把希望回过头来看到一件事情说 怎么壮大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工人阶级的实力 包括透过更多的劳工工会的组织设立 甚至有工人自己的政治力量政党的出现 来让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工人阶级造成的剥削或掠夺侵害 能够下降到最低 甚至我们能够取代这套自由 长远来看是这样 那原因是因为所谓的反对自由贸易的阵营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举例子 也有一些很右派的国族主义者他们会反对自由贸易 例如说像英国我们也看到反对加入欧盟 这个极右派的政党也会反对的 因为他们会欺世了所谓英国人的高贵传统 那很多移民可以留进来 那这个不会是跟我们正在同一阵营的很明显 对那所以然后反对自由贸易它也有可能只是保护主义 保护国内竞争力不够的所谓的企业能够继续在国内市场可言残船 那这样的一种所谓主义或保护主义也不是站在左翼的人支持 那我想左翼目前之所以会对自由贸易批判是因为 它的确是继续会巩固不平等的世界政经结构会继续延续 但我们真的要替代这个不平等的世界政经结构 不能够只是靠反对自由贸易 它还必须要透过跨国的这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有办法 这边谈到是一个跨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不过柏余刚刚也说到这也许是一个比较长远的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现在他就必须要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事实上我对于所谓的自由贸易 或是对于包括服贸在内的这种相关的贸易协定 我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质疑 就是说我们政府都会不断告诉我们说签订之后会很好 但是签订到底有多好 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笼统之后很好 那他就是一个签了就对了 可是为什么到底哪里好 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 那一个更让我觉得不清楚的地方是签订之后 也许对产业本身是有帮助 也许对产业本身是获利的 可是产业的获利不代表这个国家的获利 或是产业的获利不见得代表是人民同时也会获利 那怎么样让这个产业假设他必须要签 那不管是跟其他国家的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的签署 或者是我们跟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个福茂的签订 假设他必须真的要签 那除了我们刚刚考虑的所谓的国防 国家安全的因素或所谓的中国因素等等之外 怎么样让这个签订的结果 他其实是对本地的人民是有利的呢 OK 最初步的确会牵涉到一个是说 在这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年代里面 资本的获利越来越跟功能的获利是一个脱节的状况 那要怎么弥补这个脱节呢 我想他可能有很多方法 传统上来讲我们通常会支持政府应该要对这个企业的利润 他们要进行这个课税的动作 那透过这个让他们的获利课税回来 可以通识社会里面的这种社会性的支柱 不论办交易或者办社服办医疗 那除了这个以外 通常我们还会诉求说 因为政府通常我们很难期待他 他很经常是跟企业家在那一起 所以更利己的是说 劳工怎么发展自己的劳工运动 来逼迫他们国内的大企业要提高他自己国内的工资 举例来讲像服贸而言 服务业因为他的生产的成品要在地进行消费 他没有办法直接进行贸易 所以所谓的服务业自由贸易 居多的状况是说资本的流动 而不是生产出一个产品跨国的消费 除了少数可以进行电船的以外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资本外流这件事情 并不会使得本地就不需要劳工了 举例来说统一他到中国大陆去开Seven 他并不会导致他在台湾就要关掉Seven 他还是继续开的 所以我们劳工应该是要趁统一进行这样跨国 或者85度一进行跨国 两岸的这种扩张的时候 更要盯紧把他要求他要改善他在劳工的新制待遇 也透过组织工会要求集体谈判团体协约的方式 来把他的利润要回在工人阶级手上 那进一步来讲这个框架可以不只是在一个国度以内的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说资本已经全球化了 或者是它是两岸化了 那我们应该是要怎么尝试跟中国的工人阶级进行某一种的合作 来逼迫资本不能够借由我们在学历上称它叫做向下竞争的方式 透过流动的方式来逼迫两个地方或者很多的地方去竞争谁给予的资本条件最好 谁对环境跟对劳工最坏 我们要避免这样的逻辑所以劳工阶级必须要进行某一种跨国的合作 来共同监督厂商甚至进行共同的集体谈判 那随着网络化的世代的发展 这件事情是我认为是越来越有可能的 甚至在美国跟墨西哥或加拿大都开始有出现这样的所谓的跨国的工人运动出现 那两岸目前当然有一些人会说法是似乎中国在中国政府的高度控制下 的确中国工运好像受到了某一种程度的压抑 但我们通常也不要忽略 其实中国目前几乎每个月都有非常大规模的工潮发生 很多工潮就发生在台资企业上面 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就是回到一开始 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误以为说台资的利益跟台湾工人或台湾人民是绑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厉害想象变成是以国界来区分 导致跨国的工人的软结变得不容易或者说不再想象的范围 发展工人系统之间同温同种的优势来团结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观点 也许在短时间之内感觉是有点困难 但是其实更更更这并不是没有发生嘛 例如说富士康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中港台 特别是香港的一些这些学生或是一些劳工组织 甚至大陆的这些学者或是跟台湾的一些学生跟学者 基本上来讲是共同在去做一些调查的 或是在去共同揭露一些资讯 那个其实是一种可能性 而且它的确也在发生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你自己看的乐观吗 或者是说在台湾如果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就是当然他势必你很难去完全的去拒绝 这种所谓的国际之间的贸易 但是怎么样刚刚你谈到说抽税的方式 就是让这些企业能够 例如说他必须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公共责任 另外一部分当然是这里受迫害的阶级 或是一般的民众他必须要更团结 那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呢 的确我们看到它的挑战很多 当然在一般性的国家里面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挑战 因为工人阶级它缺乏政治力量或者缺乏独特 那台湾又有一个很特殊的挑战 就是来自于说 目前这个我们自己是有一点担忧是说 例如我们会谈到说服帽的问题 它的确背后带有某一种资本自由流动的问题 但在台湾它其实 对于很多人或者主流媒体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在于它是一个跟中国进行协议 对 那对于中国进行协议这件事情 开始出现的就是很极端的两种 一种是无条件的赞扬说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无条件的可能是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 那我们不能说两种观点可能都有问题 但它很有可能是跟最客观的事实可能是有落差的 那变成是说我们社会怎么样有一个比较良善的空间 能让我们做出一个比较合乎理性 然后不顺于国足情感的一个 然后回归我们所谓功能性利益的判断 我觉得这一个怎么回归这件事情 我想会是我们目前功能运动很大的挑战 对 就是除了我们要去进行组织 本来就要进行对抗资本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回归到 在台湾这个所谓的同独对立或南律对立之下 我们的焦点要怎么回归回来的这个问题 坦白说这样的一个议题很难跳离所谓的国足的框架 而势必这个问题它一定是存在 你也不可能完全不去存在 所以当我们到这个部分 他一定要是要去处理 就是例如说国足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情感的关系 或者是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威权体制 还是存在对台湾的某种的危险的关系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回避不谈的 可是我要谈的是说 在谈这些议题的同时 在这恐惧的同时 那有没有其他的可能的出入 或是有些其实我们可以更细致 再去分析这件事情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才能够让 我会觉得让这样的一个运动 它其实可以更深欢 因为今天你除了面对到中国的问题之外 你哪一天会面临到俄罗斯的问题 你可能会面临到韩国的问题 我们早就在面临到美国的问题了 所以这跨国资本早就已经集结在一起了 可是人民我们却以为或是想像说 这个跨国资本会对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 可是忘了我们很多的权益 其实不断的在被侵蚀当中 今天非常谢谢柏维来今天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让他从这种所谓的学运现场的概念之外 可以回到这个议题的本身 那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博弈聊 其他的相关议题 谢谢 我们这节目会在礼拜天 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N的网站上面直播 我们下礼拜再会 拜拜 dan the gamer 跟我 东西 腿 摔Charles 天空的 lo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